清新国度视频教学 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美化和装扮自己的个人空间 什么是个人空间呢 每个清新国度注册的用户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个人空间 自己的错话页面 那么如何打开个人空间呢 首先当你登录论坛登录网站之后 就会有这一个列表 你可以点击自己的名字 F1号比如我是F1号的话 点击一下 就会打开个人空间了 这个就是我的个人空间页面 在这个个人空间页面呢 如何要装扮自己的空间呢 如果你是个个人空间的主人 您在右上角就会看到一个按钮叫做装扮空间 只要点击一下就可以打开装扮空间的界面了 这一个就是个人空间的装扮空间页面 您可以编辑一些模块 比如这些风格啊 模块啊 它已经变成了可以编辑的选项 然后呢 一开始呢 我们可以选择版式 可以选择1比2比1 就是1比2比1或者1比1比2 这种改革这种界面的方式 然后呢 下一个就可以选择风格 风格呢 首先你有预强啊 先空啊 自然啊 圣诞啊 牛仔啊 木的风格啊 情愿和猫猫 您可以选择你喜欢的 如果呢 你可以增加 模块 模块这里已经开启的模块有个人资料 就是这个啊 记录 记录啊 心情记录的动态 然后呢 你还可以增加其他的 比如自由模块 自由模块就是说你可以 可以呃 添加自己要的内容 比如我添加这个内容 自定义的内容 就可以添加在这里 你还可以添加任何讯息 然后呢 你还可以增加 音乐盒 音乐盒就是你可以放一些音乐 这里可以添加音乐 但是你必须 必须是MPG的音乐 然后你还可以添加蛮多的音乐 很多音乐 这里还是 还可以配置一些播放器的 播放器的一些颜色啊 背景图片配置 如果你觉得这个风格 你不喜欢 要有自己的图片 自己的背景图片的颜色 你可以自定装扮 自定装扮可以选择头部 然后选择 图片背景颜色 选择图片 上传一个图片 很简单 内容区 是选择的 你编辑好之后呢 你只要觉得保存 你就可以保存你的 器皿了 新鲜的教学就到此为止 希望你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这 分钟 是不是 我试一遍 我 terror 我赶紧 都好